那剛剛講的我們重點回顧一下 一 錄製去期 有沒有 所以錄下來的東西長這樣子 那我們自己寫的長這樣子 其實最關鍵的地方呢 就是利用什麼呢 一個4回圈 去控制什麼呢 哪一個儲存格的位置 OK 那你會想說 就有同學問說老師 剛剛這個 錄製去期裡面他是用Range Range啊 有沒有 那Range持的也是一個儲存格嘛 那為什麼你這個地方你不用一個Range呢 可不可以用Range呢 其實也可以用Range 只是說Range在這邊比較 用起來其實不如Sales來的方便 為什麼呢 其實主要的原因在這裡 各位可以發現Range是指哪一個儲存格 14 14在這裡 但是呢 這裡面要放什麼東西呢 放一個文字 所以你放一個文字在這邊的話 那你就變成說你要去更改這個文字 其實相對的比較不方便 為什麼你說用Sales 其實主要原因是因為 這個Sales裡面 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 都可以用數字 所以 只要如果你是用數字的話 那你搭配Fore回圈用Sales會比Range 來的好操作 OK 不過當然很多東西也不是絕對啦 你說這邊可不可以把它改成用Range來做 其實是可以的 改的方法 然後 清楚 已經把它清掉了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Range的話 這個 把它先註解這一行 註解就前面加一個 那個 單引號 OK 如果說你要把它改成用Range來寫的話 其實 第一個 你就可以把這個改成Range OK 寫到哪一個儲存格上面 那你這個地方的話呢 我們原來是寫E4 那所以如果你E4的話 那當然他一直寫這些 寫過來全部都在這裡而已 不會變 我勢必要把這個 改成這個改成這個 其實 跟剛剛那個有點像喔 你可以把這個4刪掉 後面呢 再AND一個什麼 AND一個I就可以了 這樣也可以喔 E4就怎麼樣 看一下 把那個4串在 這一個 1的後面 那 這個I他本來是一個數字 本來是4對不對 只要他遇到AND的符號 他就變成這樣子 然後變成這樣之後的話 再跟前面的1串在一起 那不就14 下一個呢 15 16 17 那不就也可以嗎 OK 所以這樣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其實結果也不一樣 一模一樣 可不可以這樣寫 可以讓 那只是說你說 老師那你乾脆又寫下面這個啊 為什麼你就是 我剛剛講過了 因為 習慣問題 還有呢 Sales本身有沒有 因為他裡面都可以放兩個數字 跟4回軒 結合應用 會 比較沒有問題 不過也有人寫成這樣喔 你寫成這樣子 你不要說他錯 也可以喔 所以程式 千變萬化 至少 我跟你講 我可以變出10種不一樣的寫法 只是說 我們最後還是挑一種就好了 沒事喔 沒有人那麼無聊 每天在想 不同的寫法 但我剛開始 我在練習的時候 我一直在想 這可不可以怎麼寫 怎麼寫 每一種寫 我都寫寫看 但最後呢 我一定要 有一個總結 喔 我就寫其中哪一種方法是最好的 為什麼 因為最簡單 最好記 最不容易寫錯 那個就是好方法 你不要像有些人 每一種方法都學 書啊 每一本買來 每一本都看 發現每一個作者寫的 都不一樣 奇妙了 不是都講VBA 怎麼每個人講 對 因為真的 我跟你講 這種東西可以寫10種不一樣的寫法 是 很正常的 OK 所以程式不好學的地方 就是說 每一個作者 寫的 一定不一樣 所以你不要覺得奇怪 這一點我跟各位講 書上不會跟你講這些 他就叫你學 然後叫你照打 打了之後 打不出來怎麼辦 就卡住了 卡住之後就放著了 放著你再也不會去碰他了 對不對 有可能大概都這樣的循環 盡量了 我覺得說 你要想一個方法 主要是 能夠讓你的工作效率提高 好記好學就好了 OK 所以 上面那個方法我比較推薦 下面那個方法也一樣 可以做到 OK 所以跟各位講一下 還有更多其他的寫法 那再來的話 我們就 這根做ending 然後呢 接下來呢 把它save一下 這個就把它存檔 儲存起來 然後再來的話請各位 再幫我開啟另外一個檔案 就是 就是 在 這個 我們的翻例檔案裡面 有一題 1151開頭的這一題 截取 瓜糊中置串 剛剛這一題的話是把 多 三個欄位的資料 合併成一個欄位 那 保持空白 就這樣而已喔 那當然呢如果說我們 工作上資料少 你可以慢慢 點兩下 複製貼 我相信 大部分人都這樣 但是如果今天這個資料量 是超過 不要說鉛筆 超過百筆 超過 20筆 30筆 我都覺得你應該會寫一個回圈了 或者至少你要用函數解決 所以待會一樣 第一個 想想看 裡面有哪一些函數 可以幫你完成這件事情 第二個的話呢 把它寫成VBA 那VBA那兩種 錄製劇 我就不講了 因為錄製劇都一樣 就是有沒有 游標什麼 放在 外面 然後點一下 1 2 3 有沒有 然後再清除 都一樣 OK 所以聚集錄製請各位自己練習一下 那這一題的話 你應該想什麼 如果我要刮糊裡面的文字的話 至少第一個 你要學會什麼 用一個函數 叫fine函數 這個在文字裡面 也有個叫fine fine函數 有沒有 fine的話 顧名是尋找 尋找 尋找錢瓜糊 他會告訴你 有沒有 有的話呢 他會告訴你 他在第幾個字 所以也許 那個 那個 劉雲前瓜糊 他會跟你講 3 然後再找後瓜糊位置 然後再利用 第二個函數 就mid mid mid middle 有沒有 middle函數就是 告訴他說 你要從哪一個字開始 然後要幾個字 他就把那幾個字 就是瓜糊裡面的字 幫你放進來 OK 如果你不會 就慘了 當然會不會很困難 我就覺得還蠻容易的 如果你懂那個邏輯的話 就可以很快做出來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待會一樣 我們先把函數做完 然後再試試看 VBA吧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然後 所以1511的這一集 剛剛那個 VBA部分 如果你要 試著用別的方法 如果你不用Sales 你用Range 也是可以的 OK 其實在那個 VBA裡面的寫法真的是 非常多種 OK 而且 其實還有一點 就是說 在坊間的書籍 你知道 程式都寫得非常多 為什麼 因為 VBA有個特色 就是說 他的變數 可以宣告 也可以不宣告 OK 那坊間的書籍 那些作者 都 遵循一個比較 自私的規則 都一定要宣告 所以你會發現他開頭的宣告一大堆 那我覺得 不用宣告也可以那你幹嘛宣告 有比較厲害嗎 有比較怎麼樣 跑得比較快嗎 完全沒有 OK 一點影響都沒有 那幹嘛宣告 所以我這種觀念 後來我發現那個 Python 他也沿用 因為Python 覺得說不宣告 其實可以跑了 那我何必宣告 所以Python裡面是不用宣告變數的 也不用給任何形態 這個這一點我覺得 這個可能 我後來發現 突然 接觸到Python 馬上就 一點就通了 所以我其實接 接觸Python 大概到 開始寫 其實沒有花很多時間 因為那個概念都是相通的 OK 所以 第一個 就是 宣告變數這一點 其實是可以不需要的 第二個的話 城市撰寫 有些 作者 他就是很習慣寫的 把那個資料結構 一定要寫得很完善 才開始做 做事情 可是問題 你根本不用那麼複雜吧 你就是簡單寫一下 所以我基本上我們剛剛寫就三行城市 真的有些東西 真的不用寫太多 簡單就可以 很快的把城市寫出來 所以 像我的城市的撰寫有個風格 第一個 城市越短越好 OK 所以我看到很多人寫一堆城市 我的習慣是什麼 如果可以把它刪掉刪掉刪掉 我通通把刪掉 OK 反正刪掉都可以run 那幹嘛一定要加 除非說你 把它刪掉 它城市會有bug 那就不行 第二個的話呢 城市的邏輯 盡量 不要太抽象 因為很多人習慣用抽象化去撰寫 就是把它變成物件 去撰寫 抽象化的撰 那我的寫法盡量是直覺的 看得到了 上面有什麼 我就做什麼動作 所以其實城市盡量還是比較不要複雜 OK大概是跟各位稍微 說明一下 這個 這個城市的部分 那待會的話呢 一樣喔 我們又 先解決 問題 那問題就是刮服裡面的東西要抓出來 當然你不要跟我講說直接用什麼滑鼠鍵盤來做 不是 要你這樣 而是要用 裡面 比較 快一點的方法 有效率的方法做事情 而且這個東西 太多地方會用到 像有蠻多 之前有學生是 每天要網路爬蟲 爬一堆東西 到Excel 然後爬下來的東西 它只要那個 資料裡面的某部分資料 有沒有 那你勢必當然第一個 你要學會網路爬蟲 第二個 你要懂得像這個資料 裡面的東西 你要把它放到 另外一個欄位裡面 那兩個結合起來 就可以做出 每天他做的事情 但如果他不會 每天就是 突發量感 我看到 每天都複製貼 複製貼 那 如果你會自動化 全部 都已經OK了 感覺其實會非常有成就感 其實我為什麼那麼喜歡寫程式 其實真的就是那種 你寫出程式之後的那種 那種成就感 是很難用言語形容的 OK 所以 還是 盡量動手 想想看 那待會我們就來看 151這一題 在最後 202 3 4 5 6 6 inho